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带你来关注的是 宪法法庭在接下来的23号 就会对这个死刑是否和线进行言辞辩论 其实这样的辩论也攸关着 37名定验待绝死囚的命运 而说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要来看 在37年前 这个前新竹市的小四男童陆正 他在补习班放学回家途中 被歹徒绑架勒赎了100万赎金 但就此他就没有了音讯 检警办案之后纷纷指向 是一名男子邱和顺为首的犯罪集团 警方把他人给逮捕之后 嫌犯还向陆爸爸下跪道歉 只不过到现在 警方依旧找不到陆正的遗体 这个案件恐怕会成为悬案 经过了23年 法官跟11审的审理 邱和顺依旧是死刑定验 而陆爸爸回想起他儿子惨遭杀害 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甚至也说他愿意保留自己的恨 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恨 他就没有力量来对抗这些邪恶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号 台湾发生时尚第一起血通绑架案 新竹市小四男童陆镇 博錡班放学途中遭绑 案件震惊社会 家属随后接到一通生命电话 带徒要求家属高速公路南下 就是九点九公里 从陆桥垂下便当袋交付一百万赎金 但嫌犯拿了钱却没交人 九个月后 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不相信 他说那个小孩子 已经被我丢到海里面去了 去何顺向我道歉 甚至里面有两个人向我下跪 我这个才相信 我的小孩子死掉了 台北市行大凭证秘密证人 单方面指证 把矛头指向苗栗角头邱和顺 由四个检证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专案小组 下午在新竹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宣布破案 当时逮到十名嫌犯 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还跟陆爸爸下跪道歉 邱和顺他回答的第一句话 希望法官判我判重一点 你能不能让我见这个小孩子 最后一面让我抱他一下 孩子去哪了 邱和顺公称看中陆正家有钱 找来女友吴书贞将他抢压上车 但他激烈反抗才杀害他 气势海边 那个附近有一个叫青草的海滩 在那边气势的 把这个事情案情交代了 我有打他吗 我有刑求他吗 陆爸爸讲到伤心出眼眶犯泪 但怪的是警方找不到凶器跟遗体 所有嫌犯上法院却全数翻供 他们说当时是被警方严刑拷打 电击逼供才认罪 案情疑点重重 历经23年审理 跟11省定验 只有邱和顺获判死刑 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是愿望的 我愿意保留我的恨 我如果没有这个恨 没有力量来对抗这些邪恶 时隔37年 陆爸爸依旧希望凶手伏法 但整件案件延宕多年 整起事件的真相 依然是埋在迷糊之中 华西新闻杨人队陆雨昕 前方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